20时30分左右 广丰区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城区河滨北路开展酒驾者之行动 检查中直击民警发现前方有一辆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 正于上前那只骑车男子突然扔了车 撒腿就跑 警察男子余某妇是广丰汪家领人 当晚余某妇和朋友聚餐时饮酒 随后骑摩托车途经河滨北路永峰大桥入口方向时 发现前方交警正在查酒驾 他害怕被查 于是亲生一记 想汽车逃跑 溜至大吉 但没想到自己没跑几步就被交警叔叔快步追上了 在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时 男子更是气精十足 先是不会吹 后来说气出不来 各种花式吹气连番上演 最后测试仪显示结果 每百毫升七十三毫克 十五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我们待自办案区 查证后发现 姨某某是无证驾驶 并且以2018年的5月9号 因营救驾驶 被广空气公安局交警大队查处并处罚 短短四个月不到的时间 姨某某在同一地点 再次饮酒驾驶被查获 目前已对姨某某处行政拘留并处罚过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二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将受到行政拘留十天 罚款一千元 驾驶证被吊销的处罚 一直到错误啊 就是不应该一错再错嘛 喝酒总之下不能开车嘛 现在感到好后悔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绝对不会犯接下来的 希望朋友 别的朋友 引以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